把这收好 再有下次 我可就不管了 钱我一定会还你 随你 再包点 虾少了点 上车 谢谢啊 玉牌失而复得 书成从书身的无奈中 还回神 一边暗自庆幸 一边有种感谢方长青的仗义援手 他相信 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一定能感觉到 当年 父亲一死相见 虽不可能实现主张改变成命 但却能成就身后的一世英明 而眼下 他这样的书身 就是死见多少回 搭上多少条姓名 不但改变不了什么 恐怕连威名都留不下 想到这儿 书成忽然觉得 父亲 比自己幸运 我看见燕大了 我看见了真正有理想 有热血的人 我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 我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 书戎为腹中婴儿的诞生默默准备 书白的英容不断浮现在眼前 他在想 不就将姑姑坠地的这个孩子 会不会想他的父亲 少奶奶您怎么了 少奶奶 小翠 快去叫陆爷 快去 别惊动了别人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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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 快去 不是 この岩手 中ct Карin 根据大人 三千 lig 大小姐 你挺坐的 少奶奶 你别吓我呀 小姐姐 你心疼心疼你娘妈 快点出来了 出来了 怎么哭啊 哭啊 哭啊 哭了 老天爷 小祖宗 你当着哭一声啊 祖宗宗 我的天老爷 你当着哭一声啊 你当着哭一声啊 哭了 是个小少爷 真好 哭 走 你怎麼樣啊 是個小少爺 命真硬啊 哦 哎 那那大人呢 哎呀 老婆 鬼門關起來走了一招 現在回來了 錢哪 別著急啊 這麼多錢 真是大戶人家真大方啊 這回啊 我回老家可以蓋房子了 這個錢哪 既是皆生的錢 也是封口的錢 明白嗎 明白 走吧 那就不遠送您了啊 您慢著 直接送過山西境 過了山西境 你才能回來 記住了 路上 別跟他搭了會兒 我知道了 不只平安就好 不只平安就好 舒容 舒容 進來 進來 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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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門 照您的吩咐 找了個外地的 我讓馬車呀 連夜把他送過山西境 以後他就是想回來 他也不認識路啊 家裡呀 就我跟小翠兒知道 明天要到鎮子上去做一做 讓大家知道 我的病好了 那那那可不行 您整這兒 也得多些幾天哪 日子多了 日期 那那家裡頭也沒有幾個人呢 好 舒容 我真不知道 您是怎麼想的 其實有孩子 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啊 不許讓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數白 也不要寫信給舒成 那以後也不能說嗎 不能 是 送出去養到一歲 以後再找一個禮物包回來 舒白他可是 孩子我自己叫 自己養 不用他 沒有 說到根上 還是老陸 是我的個逆字 老陸啊 對不起老爺 我對不起老爺 我 我更對不起徐家 你期待 老陸沒煉氣來 不關你的事 叔叔 那孩子 總要有個名字吧 他 他姓什麼呀 姓氏 那名呢 您是孩子的爺爺 您就給起個面子 天哪 您就給起個面子 就叫許天兒吧 爸 天 孩子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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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木子 这一盘 快点 等我正好 一盘 你 看什么看 都给我老实点 听着没有 放聪明点 我不管你们之前是干什么的 也不管你们怎么进来的 到了这儿了 就要守这儿的规矩 规矩很简单 就是我说什么 你们就得做什么 谁要是不服气 他可以试一试 我这里的刑讯士 可不是吃素的 你 怎么回事 站好了 烟饮饭了 跟你检议上说话 你要说报告 报告检议长 烟饮饭了 烟饮饭了 怎么着 这儿又不是大烟馆 烟饮饭了 别得给我忍着 你们当中 谁是在帮的 我不管你是什么帮派 也不管你在帮里是什么位置 就算是龙头老大 到了这儿了 也得按我的规矩来 是龙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你得给我握着 谁要是不服气 他可以试一试 多虎老陆的 没什么呀 吃过饭来 他妈的 这小子还他们活着 万一 谁啊 就他们那个 怎么着 那小子跟爸也有仇口 仇主大了 老是他妈给我在这儿待着 我怎么着想你 我怎么着呢 我怎么着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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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听说那两个炮兵营 昨天突然向霸线方向移动 另外听说直系的两个师 新配备了从英国构置的 马克沁重型机枪木百体 看娘的 看样子直系 是真要打仗的 牛刚 你让弟兄们 把家伙吃得利索了 把竞技师养足了 好让直系那帮王八蛋 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 是 我这就去 你先回来 我问问你 大篮子怎么样了 身体如何了 多谢大帅关心 牛篮子伤已无大碍 不过张军仪说 他精神受了刺激 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那样子 这事要怪就怪那个陆鼠卑 牛刚啊 你看大篮子也老大不小了 我挺喜欢他的 我要娶了他 你同意不 大帅能看上纽兰是他的福气 不过我妹妹年龄还小 这性格有些古怪 怕得罪了大帅 没 我的娘娘是岁数大 可是岁数大我疼人哪 我委屈不了他 你是他哥 过两天 这寝室就定了 大帅 牛篮受西洋心学教育多年 这性格有些叛逆 说句不怕大帅笑话的话 我做不了他主 我明白了 这个洋人嘛 他讲究一富一气质 这样吧 我把我那六个姨太太 穿她娘的给袖了 这总行了吧 大帅您误会了 卑职的意思是 因为陆叔白的事 牛篮净身受了刺激 这会儿提与大帅的亲事 不太合适 等休养个一年半载的 时间一长 他对陆叔白就淡漠了 到时候再提也不迟 大帅您看 也好 眼看就要打仗了 共事比较烦忙 等仗达胜利了 我再取大篮子 好了 让兄弟们都去准备准备吧 是 怎么呀 新药了啊 啊 拿了新药 原来 这个药你怎么没吃啊 张军医 我 我的病都好了 待这儿那么长时间 整天就是吃药啊 睡觉啊 睡觉啊 吃药 烦都烦死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个片子荒 可是好药 这是以前皇宫的 王上用的 最近炎症又复发了吧 这个药就是解毒 化瘀的 啊 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按时吃 这不吃还得复发 好好好 我按时吃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谢谢你 还不行 别客气 又给欣赏人写信了 没有 哎呀 你快走吧 好 记得按时吃药啊 知道了知道了 我走了啊 好 舒白 不知你近日可好 自大那日 你不告而别 我无时无刻 不牵挂着你 每每想到 你在饱受牢夷之苦 便心痛得无法自已 有时我真的埋怨你 愿你当日弃我而去 可经过这么尝试的思考 我想我理解了你当日的苦衷 也不再怨恨输成 舒白 舒白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 既然我当初选择了你 我就会一如既往地相信你 经历过此番生死诀别 我才发现 我是如此地需要你 离不开你 好 小姐 你吓死我了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小姐 小姐 您这是要去哪儿 没去哪儿我就随便看看 你有团长吩咐我了 现在外面局势紧张 您的伤还没好呢 谁说没好 早好了 你还是在房间休息吧 如果你出了这什么事 我担担不起啊 铁大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那个张军医去啊 找他干吗 我 怎么了 小姐 我之前吃那个药 吃得都挺好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了 最近老了点肚子疼 哦 那我去找他 再过两分钟啊 张军医就过来炒房了 所以你再等两分钟吧 嗯 哎 小姐 干嘛 你去哪儿啊 我去厕所 我都说我肚子疼了 我陪你去 我去女厕所 我在门口等您 随便 请收门 1407号 嗯 家人给你送东西 嗯 怎么不捡啊 等你一都扔完了再捡 你让我就用捡一次 呦 嘴咱挺能舍啊 你不捡是吧 今天这东西 谁捡的就是谁的 真有圣杆耙的 得 这这事也不管 你们自个儿闹啊 啊 你最贵一次 你偷 给我们 有威仇 跟你儿子 上面有人说 你去哪儿 现在的现在 这个村里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这个灯的右边是不是 是登山的灯啊 灯要放到高处 照得才远 所以过去 把灯都放在高的地方 要想把灯点着 就要蹬着东西爬上去 陆先生 那我要是个儿高 用不着万T的才艺子 那这字就不对了呀 得了吧你 就你认识的字 还没有脚趾都多呢 还敢跟陆先生再说字 陆先生 说好的 您都教会我十个字了 我教会您一个绝活 你个小猫孩子 还有什么绝活 您别瞧不起人啊 嘿 那小子有麻烦了 小子 还认得你八爷吗 宋八林 八爷的名会也是你叫的 小子 三年前 也坏了我的好事 你别放吧 你拐卖掌养烧腹 也算好事 今天你进来啊 今天你进来啊 就应该你到位 今天八爷 就飞来你 别过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宋八 可是天狱长的人 你可别麻烦了 你动了一些试试 就你这种人渣 见你死来打你 我吹你八蛋 杰小白 你要是打 快 conclusion 快 宋六甲 你不是看见我一回 打一回吗 总吧 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 我打不死你 走 来啊 初先生 初先生 你要杀人哪 凭走 凭啊 凭走一起打 放开 他俩就出零令了 非要招起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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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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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都好了 留下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烟大的梅校长 这位是新任烟大的独学 孙独学 梅校长 请问一下 大家坐吧 坐吧 这么说 你们教育部 要对烟大动手了 梅校长怎么能够这么说呢 都学制度一直是政府 管理教育界的方法之一嘛 以你梅校长在教育界的经历 对这个应该很习惯了吧 可是都学兼任大学教育主任 这恐怕没这个先例吧 既然是没有规定不允许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 不能开一个先例呢 那我倒要问问 总督学大人对烟大 还要开什么先例呢 这个 这个不用着急 以后慢慢研究再说吧 徐苏生 徐苏生 这就是你对烟大的回报吗 这个不是徐司长的意思 徐司长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烟大和国家教育的未来嘛 滚 统统给我滚出去 梅校长 您的这一条 都忘了 我说是一条 他可能是一条 就再允许一条 要是个封죠 这我希望很明显 蓮林厂 当官司长 就能复杂得到 来 这是你自找的 刚进来就不消停 当中毒 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吧 你笑什么 你说我的损败多少钱 你看着办吧 你小子骨头够硬啊 你小子骨头够硬啊 刘先生 你说你这是何必 我也不想为难你 可你非要蹚这趟浑水 我也只有按规矩罢了啊 好好坐着啊 好嘞 我这儿不愧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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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说 陆先生不会有事儿吧 放心 陆先生应该没事儿 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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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写东西的吗 那还说不好 那宋八是陆寓长的人 得罪他 就等于得罪陆寓长 等老子吃饱了 想回来收拾你之间 陆先生 buroma 我们还有锅长的 老子 对了 你怎么样了 估计 我要死在这儿了 千万别睡过去 醒醒 你醒醒 俗话说 牛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说得好 是 徐司长 太傻脸了 您这么忙 我还以为见你一面有多难呢 都觉得太客气了 你们文化人说什么我也听不懂 别的事呢 就让总长跟徐司长 定好以后告诉我就行 来 坐 谢谢 来 不瞒徐司长说 我这个都学也就是个过渡 原来什么也没干过 在官场里混吧 总觉得矮人一头 你以前什么都没干过 对啊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靠家里老子还有点威望 现在老子也快下来了 我总该做些事情嘛 以后跟徐司长一起共事 请您多多包涵 我先干为家 来 冒昧问一句 令尊师 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呢 我们家老爷子是副总理 让我来历练一下 那这么说 你并不是对教育感兴趣 教育 我无所谓 教育总长 都是我家老子手下的人 我就是补过缺 就先干着 而且听他们说 我这个职务 还能决定大学数学政策 我这一进来补这个区 只好一举两得 我混个资历 然后又解决了他的问题 明白了 对了 徐司长 这个 是我家老爷子 吩咐过 意思意思 徐司长 你客气什么呀 令尊这份厚爱 输成担待不起 你怎么说话呢 听说你是最有希望 成为国会议员的 这个国会议员 平时看起来不重要 但是选举呀表决呀 这都离不开议员 令尊可真是未雨丑谋啊 什么雨 什么谋 这钱书成全不能收 徐司长 总长跟我说 您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哪 那你们真是有眼如毛 错人眼镖了 好 还是吐出来好 放在嘴里 早晚咽到肚子里 你别以为我眼睛大肿了 看不见 你小子那点动作 也就能瞒得过那流点风高 瞒不过我 放心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明明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顽固子弟 您怎么能让他去做燕大的都学呢 书长你冷静一点 我跟你慢慢解释好不好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您是不是看住了他父亲的政治地位 有一个政府高官做后台有什么不好 那您也不能为了做事不顾一切 燕大都学的位置 不是您去送礼的礼物 您不能一句话就把 这个位置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公子哥 我只不过让他再多加一些履历罢了 再说我让他担任燕大的都学 真正的目的说完了 还不就是为了解决燕大的教育心肺吗 而且当时你也并没有反对呀 那我倒是不知道啊 好了 非常实习就得有非常地办法 喂 我是 什么 我马上就去 好 你觉得我 小荣 错 错 又错在哪儿了呢 听说了吗 总督学可能要坏菜了 说什么 坏什么菜啊 你果然是总督学 最宠心的门声啊 瞧你的一脸着急的模样 有什么事你赶紧跟我说 你别在这儿卖关子行吗 具体情况呢 我也不是全都知道 那个燕大梅校长 到总督府抗议去了 没校长没事吧 没校长 没校长没事啊 现在看来啊 是总督学要有事了 陆先生 我还没问问您叫什么 我叫陆书人 陆先生 那您应该是读书人吧 算是吧 我没读过什么书 打响就一个人 没爹没娘 那你是怎么得罪宋法的 三年前 宋法拐卖良家妇女 把那些大姑娘跟小媳妇 卖到窑子里 结果被我给撞见了 我当时仗着身上有点功夫 就跟她打了起来 最后把那些妇女救了下来 但也和宋法结下了梁子 没想到 今天在这儿碰到她 陆先生 那您是怎么接待她 因为有形实位 有形实位 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道理吧 那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道理 您是以为什么进来的 我在东四车行拉车 有一位大学堂的先生 雇我给他拉包月 那位先生跟您一样 都是读书人 见到不公平的事情 也会打包无平 有时候她会拉着我聊天 一来二去就熟了起来 之后她就让我拉着她 去找另外一帮读书人开会 他们在里面开会 我就在外面望风 有时候也能够听到 他们在里面的讲话 好像是说 俄国也有一个什么革命党 叫什么布 什么克 领头的叫列宁 说是把俄国的皇帝都堆翻了 我听说过 然后呢 然后 他们说也想成立一个 像俄国一样 由穷人当家做主的国家 再深的我就听不懂了 那我就因为这儿 就把您弄进来了 而且还是死罪 之后 我给那位先生送一份东西 结果中途遇到检查案 说我那个是什么反动传单 就把我抓了进来了 你干吗不跟他们说 东西不是你的 我不说 那位先生是个好人 我不能出卖的 好人